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新台灣加油陪你過新年 我是許桂牙 今天已經是大年初四了 兔年在政治局勢上面 民進黨歷經了九合一的大敗 反省檢討夠不夠 賴清德他就任新港魁 那麼對於未來要如何 對民進黨來帶來一些新的氣象 還有面對像是抹黑戰 中國對臺認知戰的部分 臺灣人要如何覺醒 我們今天邀請到 從美國倒回來過年 我們把他撈到這裡來 我們歡迎的是翁達瑞晨十分教授 來歡迎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是我在美國住了那麼多年 第三次回來陪大家過來 新年快樂 我們的榮幸 接下來再來歡迎的是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曉老師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兔年行大運 還要歡迎的是 資深媒體中年晃 各位要好 祝大家新年揚眉吐氣 好 再來歡迎的是桃園市議員 玉北陳雲將軍 各位要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紅兔大展 好 因為民進黨如何止血 從這個谷底要來爬升 賴清德他競選黨主席的時候 不是有非常多場的 向黨員報告的座談嗎 那其實有非常多基層黨員 他們的這個敗選檢討 是有很明確的標的 包括綠營自己人放箭的是高嘉瑜 王世堅以及何志偉 都被重點來檢討 我們先一起來看 高嘉瑜下台 被捕魚 被捕魚 被捕魚下台 大哥 大姐千萬不要激動 身體比較重要 你們不要再生氣了 你們對我不同的意見 跟你們的聲音我都聽到 你們很有活力 就是要用這個活力 繼續支持民進黨的阿嬤 每一個國等我截錄大家的重點 我放在心裡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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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盛選嗎 那如果是這樣就開除吧 對不對 否則這是根本是個假議題 教授長行 在你的這個臉書上有很多的評論 那這件議題 過期我們其實這些 這幾位來賓 都都在我們年前的時候訪談 都有談到相關的事情 那我想說我先跟你請教 高嘉瑜或者是 不管是王世堅或者是何志偉 在好幾場的向黨員報告的一個座談會裡面 不約而同 北中南好幾場都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黨員站起來說我要說話 要說什麼話 他們就是覺得對這幾個人有意見 那高嘉瑜 尤其是在臺北廠的時候 他成為一個這個很大的標的物 對不對 對 那我要請教的是 高嘉瑜面對這個事情 他當天他也是願意去面對 這些基層的黨員 那他隔天說 的確這是一個震撼教育 那他怎麼說呢 他是說最忠貞 最支持民進黨的人 無論如何都是愛護民進黨 每個人愛護民進黨的方式 都不一樣 怎麼樣讓民進黨更好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尊重跟包容 你覺得像他說的反省 剛剛那一些內容 是有要反省的味道嗎 我想如果你真的愛護民進黨 不用反省 你不管用任何方式 假設觸發點是愛護民進黨 我想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看得出來 也不會給你震撼教育 那麼在這個所謂的反省當中 用的用詞叫愛護 那這當然是在轉移焦點 那我現在在講就是說 政黨政治 其實美國的時間是最久 那我在美國住了三十幾年 看到政治人物的理念 跟自己的政黨不一樣 也發生過 那通常在美國 他們不會有黨員出來要求 這個開除 因為政黨是一個理念的結合 所以說當你有發生 像高嘉瑜這樣子 在政策上甚至衝得比藍營的人還要快 在批評自己所屬的政黨 用於甚至要更嚴苛 假設在美國有這樣的政治人物 國會議員對所屬的政黨 這麼嚴厲的批評 不必有這種什麼開除黨籍的這個事情 因為美國的政治人物 他要是跟政黨的理念差距這麼大 他自己就退黨了 他根本不需要等選民 等支持者來要求他 甚至有這種更有guts的這個國會議員 他是怎麼樣 他是用民主黨的名義提名當選的 但是就任之後 他的理念跟民主黨的政策漸行漸遠 他退黨 同時他辭職 他辭職的理由是說 我當選是掛著這個民主黨的招牌 當選的 我現在退黨 我沒有理由再繼續從事這個國會議員 所以說他就退黨 再加辭職 然後在特別的補選當中 用共和黨的名譽去參選 然後又獲得當選 所以說高嘉瑜 如果說你覺得真的是 民進黨的理念這麼不堪 你必須要到藍領的媒體 去對所屬的政黨 做這麼嚴厲的批判 而且給你掌聲的是 許巧欣這些人 給你這個掌聲 我覺得就是乾脆 誠實面對自己 我跟民進黨的理念差距太多 辭職 退黨 其實辭職也不用了 就退黨 下次再改選連任的時候 你可以用獨立參選人的身分 或者加入其他的政黨來參選 這樣清清楚楚 也不要圍覽這個賴清德 也不要圍覽民進黨的支持者 就人各有志 那我想就是說支持你 你的人會繼續支持你 然後過去因為民進黨投票給你的人 你也要給他們有一個機會來做選擇 這大概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你的看法 我們在座的來賓有一個蠻接近的 你本人 我覺得蠻接近的 因為我剛剛聽完說 你又要退黨 又要辭職 然後再改另外一個黨 再去批戰袍 聽起來在臺灣的可行性 有點偏低 對 偏低 因為這個是 因為你是有崇高的理念跟價值 所以我們理念價值已經不一樣了 我當然是要往別的地方去了 那將軍是本來沒有公職在身 本來沒有公職 可是你選擇的方式 到不同不相為謀 對不對 覺得理念越來越不一樣 那所以你當初是選擇退黨 對 其實我講 如果我按照我對國民黨當年的批評 就是2020年的一整年的批評 國民黨沒有理由開除我 因為我沒有針對某一個同志 我去攻擊他 或者這個同志要參選 不管是選總統還是選立委 我去拚命的去攻擊這個同志 如果這樣 那是違反國民黨的黨紀 那是要被開除 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針對國民黨的 其實我跟國民黨最大的分歧點 就是九二共識 我對九二共識 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們當時其實我 我還為了這個事情 當時江啟臣當主席 我還進入了改革委員會 然後改革委員會 面對的所有的中常委 我還講出了我的想法 他說你是一個軍人出身的人 應該是深藍 那你怎麼會對九二共識有意見 我說就是因為我是軍人 我不能對九二共識 跟你們一起贊同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現在我的學弟 我的學妹 還有以前我帶的部署 都還在軍中 直干戈以為設計 有在金門有在馬祖 有在天上飛 有在海之邊在執行 這時候我跟他講說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這仗要怎麼打 這個仗要怎麼打 我說沒有 我沒有辦法贊同 我說就算是 你們要把我趕走 我還要告訴你 這個是不對的 我說如果國民黨想繼續走下去 九二共識給他冷凍起來 以後共產黨或是中國 他願意講自由民主 他的領袖是用選出來的 我們再談 現在共產黨還是實施共產專政 沒得談 所以我說我的想法就是 唯一中華民國 沒有各表 那在那個在會場裡面 那個就真的叫沿上 火烤 炙燒 那叫炙燒 就直接包含以前我的長官 就直接拍了座 站起來說你這是黃埔的叛徒 我說不對 我說我不是黃埔的叛徒 如果要講叛徒 這要讓給你 我說因為我從來沒有違背 唯一中華民國的信念 我說我們的校長是蔣中正 老校長就蔣中正 他如果可以一中各表 我們現在在中國在南京 對 可以各表 你講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說我的中華民國 我們可以各表 我說沒有各表的空間 軍人沒有各表的空間 所以那一場會議 那個整個改革委員會 我只要出現的地方 都是沿上都被罵爆了 所以我才講高嘉瑜偷了我的 我的外號 背骨魚 那時候是罵我的 那時候 不同的魚 對 真的 那背骨魚是罵我的 我所到之處 包含我軍校童年班的同學 睡同一間情勢 十幾年的 就直接跟我講說 我不跟背骨魚在一起 我不承認這個同學 大家可以知道 那種內心的壓力 我覺得不會比高嘉瑜差 高嘉瑜可能是 可能是為了選票 或是為了其他的方式 我是為了 我要堅持軍校的傳統 軍校對於國家的熱愛 否則我們走在外面 我們一個退休的少將 人家指責我們說 你們這些軍人 都是不愛國家 是背骨 對我來講 我告訴你 我寧可把少將軍銜還給國家 這是可恥的 所以我說我有生之年 我必須出來呼喚 因為有很多的退伍軍人 他的想法跟我一樣 應該不叫很多 絕大多數的退伍軍人 想法跟我一樣 可是他們沒有麥克風 他沒有發言權 能夠在螢幕上 能夠在黨中央 能夠在政壇講話 就是那幾個人 那幾個人不能代表 所有的退伍軍人 所以我跳出來講 那可是呢 就有一些人就是有麥克風 就罵我背骨 因為我我戳破他們的謊言 因為他們常常選舉的時候 就會講說自己是愛中華民國 可是你又覺得奇怪 為什麼每次老公對我們有一些恫嚇 或是什麼 他們的戈背又是望外彎 後來我發現了 他們的中華民國的元素 跟我的不一樣 我的中華民國元素 就很明顯的定義 台澎金 然後這個東銀 這個東沙 這個蘭嶼 就是我們說可以管轄的疆域 我叫中華民國 他們說不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包含了錦繡江山 你不要蒙古了嗎 你不要新疆了嗎 你不要西藏 你不要東北了嗎 我說不是不要 被你們丟掉了 被你們丟掉 然後現在你們丟的東西 你們拿不回來說 不行 你要拿回來 我說那個時候叫光復大陸 反攻大陸 就我而言 那叫侵略 今天中華民國國軍說 明天反攻大陸 我告訴你全世界震撼 你聽過俄羅斯打烏克蘭 你有沒有聽過 台灣打大陸 我跟你講那叫不可思議 我說那叫不可 那叫侵略 如果現在我們國軍出兵 去打中國 去侵略福建 侵略浙江 我告訴你天理不容 我說大家不要講騙人的話 我們務實一點 我的中華民國就是台澎機 所以背骨魚就背到我身上 那後來我背了很久 我想一想 他們沒有辦法開除我 我沒有錯 國民黨從來沒有 從朱立倫主席到江啟成主席 沒有人要開除我 可是到了2020年的年底 我實在沒有辦法 我說我退黨 我離開國民黨 可是那時候我離開國民黨 說我並沒有選舉 如果說我今天是參加國民黨內部的議員提名初選 我沒有被提名了 不公平 我退黨 我告訴你 那于北城是250 那你不是為了良心而戰 那是為了私心 你沒有提名我 我這麼優秀 沒有提名我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一月份的時候 完全沒有選舉的企圖 我就退出 因為理念不同嘛 理念不同退出以後 我可以更加的嚴厲的來監督 我可以來講 為什麼我無黨籍啊 那你國民黨做的不好 我當然可以監督 所以他講說 你怎麼不罵民進黨 我說民進黨做的不好 我一樣會監督 因為我是無黨籍 那我用無黨籍的身份參選的時候 其實貴昂你知道嗎 第一時間 很多這些深藍的人就講 宇北城兩百票 他說他只有兩百票 那你後來得多少票 後來拿了一萬多票 對 他們如果真的要就是說 羞辱你的話 宇北城二百五 兩百一 他說兩百一 兩百一十票 因為那時候不是講飛彈的那種 那種命中率兩百一 所以他們就拿這個條款 兩百一十票 對 那後來其實後來就有支持 我的群眾就跟他講 我跟你對賭 宇北城如果超過一萬票 一票一萬塊 後來他沒有賭 不然的話那個人賺七百多萬 對 他沒有賭 對 他沒有賭 但是我講 這就標示什麼 我們並不是為了私心 而改變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中心信念 我們是因為我們的中心信念 跟我們以前支持的黨不一樣了 那你說我不能夠去改變 這個黨的中心信念 但我也不能改變我的中心信仰 所以我離開 我離開用五黨籍的方式來參選 那證明我做的事情是有一群 始終的是支持我 所以我走的是對的 那麼所以說回講到高嘉瑜這一段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 高嘉瑜如果民進黨 開除他 中計了 我真的覺得中計了 要給他一個機會 如果他不要機會的話 其實後來我想一想 我在黨裡面待這麼久 其實有一招是蠻好用的 我不要開除你 我停權你一年就好 停權一年就好 不要多 對 停權一年 那明年的立委提名 因為他這個時機點 剛好那個一年 是剛剛好跟選舉是會有關係的 這個處分不會太重 停權一年不重 但是對高嘉瑜來講 那就要考驗你對黨的信念 如果停權你一年 我拖黨參選 那你就開除了 這就開除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黨的規定 藍綠都一樣 有很多做法 你不要做得太無情 但是可以做得很到位 你如果真的是 只停權一年 說句實話 真是啞巴吃黃年 有苦說不出 沒有很兇啊 沒有開除我 就停權一年 那明年的立委 他就不能被提名 好 為什麼會是高嘉瑜 為什麼是王世堅 為什麼是何志偉 不是別人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其實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回顧一下 高嘉瑜的部分 一師五命 是他創的一個新的名詞 然後他對高鴻安 是百般呵護 又認為說 他的論文爭議 處理都很棒 很快 應該還是會選得上 那在敗選的時候 他就把敗選的原因 歸咎為側翼網軍 王世堅也是說 側翼都要好好的反省 那他對高嘉瑜 兩個人有點像是唱雙簧 一搭一唱 你們沒有資格 要開除王世堅 然後說你們不要欺負 善良的女孩 還有何志偉 是怎麼一回事 何志偉其實在那一天 跳出來 他講的話非常重 他是講說陳時中 陳時中有什麼會輸 他不是輸給蔣萬安 他是輸給內部自己的小圈圈 又講到有黑道 進入到陳時中競選的團隊 然後還在決策圈 那主持人就問他嘛 他還講吐出了幾個名字 他就說講了之後 他也不否認 所以才會變成在內部爆發的一個問題 那他到底是怎麼樣呵護陳時中的 他不是也是競選的督導嗎 晃哥我請教他在這個督導的過程 然後我記得曾經也幫陳時中辦了一個有關於那個公益啊沙化的那個東西嘛 那後來呢那個沙化怎麼了啊 沙化資源回收處 對在立法院國會辦公室就是要回收的地方丟在那裡 然後大家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丟在那裡 當然去問啊 因為那個是何志偉辦的活動剩下的東西嘛 他不是帶走了嗎 所以就問說是不是黑白蛋啦 為什麼把他丟在那邊 何志偉還說選前鬼故事特別多 他意思是說沒有沒有對不對 後來呢發現那個立法院走到也是有畫面的 那個畫面呢很清楚的看到有人把那個畫拎出去了 那個人是誰 是何志偉本人耶還不是他的助理耶 沒錯 所以這個新聞其實是在選前發生的 還好當時這個新聞並沒有變成一個被 大量炒作的一個意思 要不然對陳時中的傷害更大 大傷 因為這個叫做獲起削強 如果說連你的競選的督導都把候選人的沙化 拿去丟在資源回收處 當然何志偉後來他的說法是說沒有 我是要拿準備拿來義賣 他還說在資源回收處也是一種公共的裝置藝術 那他怎麼不把自己丟到資源回收處呢 當作裝置藝術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在硬拗了 那為什麼是他們幾個人 我覺得其實要跟大家釐清幾個觀念 就是說政黨他是一個主要結合他叫做理念 雖然臺灣的政黨屬性是屬於比較剛性政黨 跟美國的柔性政黨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想一個原則是共同 就是大家理念的結合 那在民主時代 其實你若理念不合你就離開嘛 因為畢竟政黨他不是家人 也不是所謂的配偶 他沒有那麼多的法律上的一些束縛 你要離開就離開 你就A4寫一寫就可以離開了 可是這些人為什麼不離開 是因為他留在民進黨裡面還有好處嘛 這些人譬如說好 明年就要選舉了高嘉瑜跟何志偉 我跟你打賭 他們如果用無黨籍參選 明年保證落選 那他敢不敢他不敢 他就是因為我一方面 我要吸民進黨的奶水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沒事還要咬他兩口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們為什麼不離開 其實道理很簡單 叫私心自用 跟黃安一樣 對 就是我一方面到中國去靠著我 因為我是台灣的藝人 所以我一首歌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一天到晚在罵台灣 一樣的道理 這些人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有民進黨 他今天離開民進黨之後 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為什麼他不離開 這是私心自用 好 那你說 這個政黨可不可以被批評 當然可以批評 民進黨創黨幾十年來 罵過民進黨的人不在少數 不管是黨員或是非黨員 好 最近有些人 我看有些人在講說 當年這個扁家這個風暴的時候 有所謂的十一扣 當時十一扣為什麼沒有被開除黨籍 那我就跟大家還原一下歷史 當年的十一扣是被人被黨內 因為基於各種可能利益 或是鬥爭的理由 硬扣上的 對 是一個內鬥的產物 對 他們有沒有批評當時的陳水扁 有 但是他的批評是不是基於事實 是 所以當時十一扣 包含現在我們表現非常優秀的駐美大使 蕭美琴 當時蕭美琴在中山大同區初選選立委的時候 是被人家講成中國琴 多難聽 你罵蕭美琴是中國琴 對他來講的是高度的人格羞辱 所以十一扣的狀況 為什麼沒有被開除 是因為他是基於公共事務的批評 而且是基於事實 也許他講的話不好聽 也許你不喜歡 但是他講的是基於事實 那個就屬於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 可是今天何志偉 王世堅 高教育 他們講的話 並非基於事實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不是基於事實 所以為什麼會引起眾怒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不是基於事實 那種造謠抹黑 其實你跟中國打的認知作戰 跟藍營跟白營 對民進黨的鋪天蓋地的攻擊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同志會把你當作 不是自己人來看待 但是我覺得他們現在很想去 去帶一個風向 就是說第一你看 高教育講的都對啊 一失五命 他講那五個縣市都輸了 高宏也選上了 沒有錯 這些選舉結果 但是我要跟大家 台灣長期來有一個很 不是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選贏的好像什麼都對錯 選舉歸選舉 選贏選輸 那是一個投票上的行為 選輸的人當然要檢討 選輸的政黨要檢討 但是選輸的人不代表 他所做的事 或他所講的話 都是錯的 以相同的道理 選贏也不代表他做的事 都是對的 他是是非黑白 公理正義 還是有一套道德的標準 跟法律標準在那邊 所以不要用選舉的輸贏 來判斷一切的是非對錯 所以今天高嘉瑜 為什麼他們會受到 這麼嚴厲的批評 因為這時候是民進黨最辛苦 最需要同志大家團結努力的時刻 關鍵時刻 可是你們在這個時候 卻在傷口上撒鹽 在背後捅刀 這是大多數人沒辦法接受的 好 高嘉瑜會不會自動退黨 不會 他會不會自動申請停權 也不會 對 你如果就 哪有人自動申請停權的啊 有啊 那個邱莉莉林志展啊 那不一樣啊 人家人家的那個 就道德的高度 還有你說 你是不是真的愛這個黨 我跟你講 邱莉莉林志展 才是真的愛這個黨 因為他只是在接受調查的階段 只是交保而已喔 有沒有犯罪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所以他們兩個在廉政會開會的時候 就說好 為了不對這個黨造成更大的傷害 我們先自動申請停權 當然將來如果有法律責任 他還是該付 這個才叫真的愛這個黨 高教育 你如果真的愛這個黨 麻煩學一下邱莉莉跟林志展 這兩位前輩 你也自動申請停權 停權一年就好 不用多 就一年就好 因為一年就足以讓你無法被民進黨提名 那你敢不敢賭 何志偉一樣的道理啊 你如果真的覺得說這個黨 真的被你講的一無四處 那你留在這裡幹什麼呢 就像我們在職場一樣 你今天覺得一天到晚在罵這個公司 可是你為什麼不離開 因為這公司待遇還不錯 那請問你這是 待遇不錯還有什麼好罵的啦 對不對 就是一直都自相矛盾 我們理念很契合 可是呢 我不小心就會拿錯誤的資料出來爆 這個就叫人格分裂嘛 對不對 就他永遠眼裡只有知識 因為他知道這個時候罵民進黨 你可以得到另外一邊陣營 非常多的掌聲 然後被視為民進黨良心 要現在要當民進黨良心 很簡單 你只要每天罵民進黨 你很快你就變成良心 問題是這種良心 是真的良心嗎 我覺得這種良心是根本就是踏著同志的鮮血在前進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何志偉 王世堅三位 我也覺得民進黨還不會開除你們 因為就他們的言行來講 有沒有達到開除標準 中間還有很大的討論的空間 對 前一個因為這樣被開除是鄭麗文 因為當時是因為 那個很久以前的耶 李慶安烏龍爆料 突醒者去舔人家耳朵 結果後來是爆料者搞錯 是當時是衛生署的主任秘書 也姓圖 但他的圖是那個圖夫的圖 他搞錯了 後來鄭麗文在李慶安認錯之後 用這個東西 還繼續用錯誤的資訊 他現在友台繼續爆料 繼續批評他就是人格分裂了 所以他後來被開除了 但是鄭麗文很聰明 他說沒有 我是因為這個理念不合 沒有什麼理念不合 就是因為你是拿錯誤的資訊爆料 所以被開除了 好那現在你如果要講的話 用這條來講 我覺得王世堅勉強 可能符合這個標準 就是因為他有拿錯假的資訊爆料 但是會不會處理 我覺得這要看接下來 這個賴清德主席 看他的政治智慧怎麼處理 其實有真的 剛剛余嘉賢講的 對 有很多處理的方法 那就看你要怎麼處理 一方面可以對黨內這些群情激憤的黨員們 還有支持者 有一個很合理的交代 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落入 因為我知道 現在藍白陣營正在等著看民進黨笑話 一旦開除 他們三個馬上變英雄 變成超級大良心 然後就說你看民進黨容不下 不一樣的聲音等等 沒有言論自由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賴清德將來這個主席 你要發揮你的政治智慧一個第一關的考驗 因為很明顯現在應該是處於叫做留校查看期 我們當然會繼續關注說 那你在這一波風波過去之後 你有沒有改嗎 你到底是不是人在這個屋子裡面 可是心在外面 你一直想著外面的事情 那宇曉老師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 你說要自己開支有點困難 那自己退黨 顯然他們應該也不會選擇這條路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比方改過自新的機會 如何來做 對 這個賴清德 剛剛當上民進黨主席 挑戰非常多 安內攘外同時並行 安內是什麼 如何看待基層黨員對待高嘉瑜王世堅 還有何志偉的態度 你是主席 甚至你定於一尊 將代表民進黨的參選 明年的總統 所以不要說是同溫成 基本談的這一塊 該如何安撫 該如何有所作為 甚至貴愛所說的 要拿出嚇阻的行動 實際的嚇阻行動 不會讓未來可能無數個高嘉瑜 繼續出現 來擷取這個政治紅利 攘外的部分 不能再說 不論是中國認知作戰 還有在野黨藍白 這種假消息 錯假消息的攻擊 我先補充第一件事情 民進黨 或是說台灣的政黨 跟翁教授所說的美國政黨 有個很大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雙手掌制 既然是雙手掌制 就有部分內閣制的精神 而內閣制的精神 很重要都是內造政黨 內造政黨的概念是什麼呢 黨中央 黨團 還有立法委員之間 是有一個黨際的聯繫 還有公共政策上發言的 這個一致口徑 這叫做內造政黨 所以說立委這個角色很重要 我看我藍營的朋友 就在歪樓 說余北辰也是啊 這個國民黨良心啊 對不起 余北辰 佩芬姐跟李正浩 當初他們不具備議員 或是立委的身份嘛 所以在國民黨內造政黨 或是民進黨內造政黨 概念之中呢 他們基本上是外圍 或是他們只扮演好 黨員的角色 所以黨既應該不急於他們了 那黨既急於誰 急於不分區啦 或是區域委員啦 甚至台北市議會 就是小型的議會嘛 立法院是全國最高的民意嘛 所以黨既為什麼 在內造政黨這麼重要 為什麼黨團扮演黨邊的角色 關鍵在這裡 講得更簡單一點 立法委員的言行洞見觀瞻 其實你部分代表是 這個黨的形象 跟這個黨的招牌嘛 好 既然如此高家瑜啊 犯的重怒到底是什麼 你都知道自己言行洞見觀瞻 你也知道你是民進黨的招牌 你也知道你發言代表民進黨 結果呢 你輕痛愁快吧 你去特定節目 說起來很有趣耶 菅哥都約來我們的節目啊 討論柯文哲 高家瑜只來過本節目一次 我記得他那時候來還滿謙卑嘛 跟貴亞講說 我就是心直口快嘛 我會回去好好反省 過多久 過沒多久 不到兩個月 因為第一次來是因為一絲五命嘛 對 後來呢 又因為高文安的爭議啦 陳明通的爭議啦 或是呢 後來的這六千塊 高家瑜基本上 不斷的用立法委員高家瑜的形象 跟他的言行去傷害民進黨嘛 所以我說啦 賴清德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呢 剛才華哥已經說了 叫鄭立文條款 怎麼意思呢 其實呢 賴清德可以直接授權給中評委啦 喔 給賴瑞隆等人啦 只要呢 上電 上友台政論節目 這沒有什麼嘛 但是呢 鄭立文條款有兩個很重要一函 第一個 你是去辯護的 你不是去那裡背刺的 第一個部分是呢 要用真實的數據來說話嘛 黨團這麼多的這個 我們又不是民眾黨黨團 對不對 繼承國會 我認識民進黨的黨團 有很多很厲害的研究員 你跟他要什麼資料 他一定會提供給委員嘛 黨中央基本上啊 也有政策會嘛 政策會也可以提供你資料嘛 高委員你自己也有所謂的 這個自己的助理啊 對不對 上政論節目 基本上就是為黨為台灣做辯誤 不實的消息啊 基本上就直接開除啦 下不為例啦 這是一條線 這是第一個做法 第一個至於停權啊 停權要高家瑜停權啊 就好像高家瑜啊 直接跟大家講我錯了 基本上啊 是突發執下 圓目求雨啊 對 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是啊 在初選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做了嘛 我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的想法 這個黨主席給建議一下 分兩步走啦 第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把遊戲規則說很清楚 所謂的監困選區啊 跟啊 跟一般選區啊 初選制度啊 基本上可以不一樣 但是監困選區的標準要一致喔 只要是 比如什麼叫監困選區 這個做民調就看得出來嘛 或者立件分析嘛 就是藍大於綠的地方嘛 為了避免什麼 藍白灌票 這就是高加於現在啊 寇稀的地方嘛 啊反正我罵民進黨沒差 我只要有部分的基本盤 再加上呢 藍白來灌票 你奈我了何 所以說呢 所謂的監困選區的部分呢 提名初選制度呢 基本上可以研議 因為呢 出這個監困選區的產生呢 就比較困難 第二個是什麼 啊我可以不提名你啊 不用說不提 不要用停權這個啦 就你就選不贏嘛 比如說呢 以港湖地區來講 如果我們在節目中講過 黃珊珊要出來選 那個白的選票 就不會投給高加瑜 如果吳星大要出來選 這個呢 升率基本盤 就不會投給高加瑜 如果李彥秀要出來選啊 國民黨的票啊 一定回歸高加瑜 那民進黨幹嘛提名一個 不為當選的人啊 所以連續的初選制度 另外叫提名制度 也就是呢 民進黨要提名啊 有可能勝選的人嘛 而高加瑜可能不勝選嘛 所以我覺得不論是黨紀 提名制度 或是初選制度 都可以做好一個新的釐清啊 從制度上來做解決 比啊沒來由直接開除他 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沒來由開除黨員啊 就叫做中共 因為你妄議中央嘛 你議論習近平嘛 或是呢 你叫習近平什麼 開什麼玩笑啊 什麼小熊維尼啊 最近啊有一台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Sony拍了一個過年廣告 叫做有你稱中國風沙 因為索尼嘛 那個泥就是小熊維尼的泥吧 泥也不行 不行 所以索尼的這個廣告 那不是成為習近平 就是小熊維尼了嗎 對對對 我們沒有業配啊 因為Sony啊 剛好拍了這個一系列的 這個兔年的廣告 所以民進黨不是共產黨 要用文明的方式 要用制度的方式 來處理高加瑜 而且與其說是高加瑜 是防範未來有樣學樣 或者是想用這樣方式呢 投機取交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現在想很厲害 就是你為了政治算計 我覺得立法委員 每一個學識都非常好 但是呢 他們那麼聰明 都會為了政治算計會怎麼樣 會變笨 那是笨的還是壞呢 陳教授我們來看 高加瑜先講了 他先在他的臉書上PO出來 他說那個稅收怎麼會超增 超增連續兩年都超增四千多億 那當然其實這個是經濟成果的一個展現 表示說即便在疫情的情況下 可是我們的經濟的表現不錯 我們那些企業啊 半導體啊 科技業啊 他們的這個成長是蠻高的 可是呢 當高加瑜去講說 哎呀 稅收超增 就叫做行政失靈的時候 這把槍被誰撿走了 被國民黨黨團撿走了 高加瑜先講 然後接著呢 他們就用這一句話來去批說 這個稅收的問題 行政失靈啦 要再噴多了